答应我 不要离开我 魏无羡想了想问 蓝战 如果我真的因为此道损了心性 你当如何 蓝忘机斩钉截铁 没有一丝犹豫的回答 无论如何 我都陪你 你修仙我陪你一起飞升 你入魔 我陪你一起下地狱 魏无羡心里很高兴 但却故意说 蓝战 你怎如此霸道 只对你如此蓝忘机 镇定自若道 我说蓝战 你那么古板的一个人 怎么现在说话这么肉麻 魏无羡虽然嘟着嘴抱怨 但却心花怒放 说完他已在蓝忘机的怀里 静静地看着他 一时四目相对 深情相忘 只听见两人有力的心跳声 有点快 魏英 你偷偷地亲我 蓝忘机又想起了 共情时看到的情景 我哪有偷偷 我问你了 是你没有回答 所以我就当你答应了 魏无羡有些理不直气壮的回答 魏英 我想 想 其你说完也不等魏无羡回答 蓝忘机低下头 纯落于魏无羡的额头 眼睛 鼻尖 最后终于控制不住吻上那让他朝思暮念的柔软之上 霸道而炽烈 霸道是惩罚魏无羡的不辞而别 炽烈是表达自己十六年无处倾诉的相思之情 这真应了魏无羡刚才的话我问了 是你没有回答 所以我就当你答应了 突如其来的亲吻像暴风雨般的让他措手不及 魏无羡脑中一片空白 四肢有些僵硬 一阵酥麻迅速传遍全身 他顺从地闭上眼睛 仿佛一切理所当然 他忘了思考 也不想思考 只是本能地回报住蓝忘机 抱紧些 再紧些 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才气喘吁吁地稍稍分开 蓝湛 你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魏无羡刚想说话 蓝忘机的双唇又迅急地吻了上来 香筋浓滑在缠绕的舌尖妈撒 这次没有了霸道 只有温柔缠绵 又过了许久许久 两人才不舍地分开 蓝忘机把魏无羡浸在怀里 声音低沉犹如琴弦波浓 魏英 我心愿你 爱你 离不开你 不能没有你 答应我 不要再让我找不到你 答应我 不要离开我 求你 魏无羡眼中 晶莹的泪珠低下 他知道自己的三次 离开给了蓝忘机 太深的打击 第一次离开了三个月 回来后两人却渐渐疏远 第二次离开了十六年 让蓝忘机痛了十六年 毁了十六年 找了十六年 想了十六年 等了十六年 第三次虽然才离开了越渝 可是却让蓝忘机失去了生的意念 蓝忘机多么高冷的一个人 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屑一顾 现在又是仙都 仙门百家之首 就像普通人界的皇帝 却对魏无羡说着这么卑微的话 魏无羡鼻子一酸千言万语 只化作一个字 好 蓝忘机像得到了救赎 脸贴着魏无羡的头 谢谢 谢谢你不离开我 蓝忘机 又想起了共情时看到 魏无羡被剖单 被扔进乱葬岗 为了活命 不得以修炼轨道竖法 而自己当时的质问与责骂 想起这些便心如刀脚 无法抑制地一滴滴热泪 滴到魏无羡的脖梗之间 魏英 对不起 对不起 魏无羡当然知道 蓝忘机是在为什么道歉 蓝战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不必说 这些客套话吗 好 以后我们都不说了 何况那又不是你的错 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让你看到一切不是让你说对不起的 我是想让你知道 其实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喜欢你了 也是你支撑着我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若非你 我都不能活着离开乱葬岗 魏无羡安慰着蓝忘机 嗯 我知蓝忘机抱着心爱之人 抱多久都不够 抱着你到地老天荒 最后还是魏无羡开口道 蓝战 我困了 好 睡吧 但蓝忘机还是没有放开的意思 他要抱着魏无羡睡 他不敢放手 怕一放手 明天醒来又是一场梦 蓝战 你抱着我你怎么睡 魏无羡见蓝忘机仍抱着他 不困 不睡他也不敢睡 他害怕极了从梦中醒来 没有魏无羡的日子 无数个那样的夜晚 撕心裂肺 连呼吸都是痛的 魏无羡心疼着抚着蓝忘机的脸 眼中带泪 蓝战 我向你保证 这不是梦 明天醒来我一定还在 蓝忘机垂眸不语 意思是反正我今天晚上不睡 魏无羡无奈 他知道蓝忘机不安心 不敢睡 好好好 今夜不睡了 我陪你说说话 这样你是否能安心些 嗯蓝忘机点点头 蓝战 我答应你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离开你 嗯蓝战 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 我们都不要再藏在心里 说出来一起想办法 你说好不好 你看 你如果早些跟我说你喜欢我 也许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误会 也许也不会错过这么多年 如果我早点跟你说我的情况 你就不会对我冷言相向 也许我们也不会错过这么多年 他觉得因为两人有什么话都放在心底 所以才产生了那么多误会 才让他觉得蓝忘机一直不信自己 所以再不夜天他才会决然地去跳崖 如果当时知道蓝忘机的心 知道蓝忘机一直信自己 他也许就不会心如死灰 选择跳崖了 蓝忘机也知魏无羡说的很有道理 好蓝战 真没想到我对你的情会有亲口对你沉说的一天 以前我以为无论是朋友还是自己 我们之间的情谊将无法再对你沉说 蓝忘机这便是陈情名字的由来 是啊 当师姐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时 我心里想我们之间有了差距 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黏着你 也不能再像以前那对别人说我与蓝战 是因为志同道合才决定一起结伴叶列 所以才决定叫他沉情 曾经无法沉说 知情现在成了情可沉 我的错 是我的口不对心把你越推越远 好了 我们不说以前的事了 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魏无羡想起了杨雪 问蓝忘机 对了蓝战 那个杨姑娘是不是兄长等了十年的人 蓝忘机回答 是 杨姑娘倒是个敢爱敢恨的姑娘 蓝战 你都不知道一开始 她看见我就没给过我好脸色 我当时还以为 她是你的爱慕者呢 魏无羡有些委屈地说 兄长的爱慕者蓝忘机赶紧纠正 她可不想魏无羡误会 对对对 兄长的爱慕者 她不给我好脸色 原来是因为我把她未来的小叔子给气晕了过去 哈哈 魏无羡说得嘴角含笑 神采飞扬 就这样一个再说 一个再听 后半夜的时候 魏无羡实在撑不住了 蓝战 我睡会儿 好 蓝忘机说话 能说一个字的 绝不说两个字 就这样 魏无羡在蓝忘机的怀里睡着了 而蓝忘机则静静地看着 长长的睫毛像蝴蝶一般 弯弯的眉眼像月牙 樱桃般红润的嘴唇上 还有一些口水 不时异语 实在惹人恋爱 她时不时地亲亲为无羡的脸 就在不久前 蓝忘机还以为这辈子都要失去她了 但现在看着心爱之人 睡在自己的怀里 想着自己爱的人也爱着自己 空了十六年的心终于被填满了 嘴角不觉微微上扬 露出邪魅一笑 蓝忘机转继 needed